但是我多一次不如少一次 我跟你說,我是公民記者 好奇寶寶 難怪 可以上網找,他那個都有新聞 反正我不是無敵放食 通常我這樣講,人家一定都會質疑我 那我就告訴他,我之前又有在裡頭待過一年多 他的紅大店就在生產這一盒手機零件的 我說話都有根據,我不亂說 我討厭他還是有原因 所以我剛剛聽你這樣講我非常驚訝 因為我沒有注意到 因為我不是這個手機對我來說只是一個工具 我沒有注意到他 而且我純粹只是一個中華民國的成員 國民 我覺得大家愛用國貨是當然的 我認同你的想法 只是 那我覺得 對方把你當傻子 你還愛用國貨 那你這樣子就支持他把你當傻子 花錢可以 買國貨可以 可是不要當傻瓜 當傻瓜就沒意義 對吧 那這個 HTC是紅大店嗎 紅大店是王雪紅嗎 對不對 你上網找 我講的那些都有根據 如果你不相信我就上網找 那如果你信我的話 我的有力證明我都已經講了 這個不要把它想的太好 而且 紅大店 謀取暴力到什麼地步 他當初萬差 剛出我朋友一拿 拿起來之後 他馬上要出了另外一款 他的手機 瞬間 萬差 從兩萬多掉到剩下一萬五左右 他們這樣子 太惡劣了 賺錢要有道德 不是說什麼 知識過貨 然後你就利用人家這樣的心態 把它當傻子手 你說萬差以後 一出來就馬上又 他又出了另外一款 我忘記叫什麼了 然後 反正就萬差 這瞬間跌了三四千 我朋友買了很幹 不到一個月 那我當時買的時候 也是問他說 你們最近有沒有要 出新的手機 如果有的話 我想要等 你不要問他們那個 他們都會想辦法推你 你要自己去判斷 要買東西 你要自己找訊息 不要只單方面 聽人家推銷 那 推銷的人要業績 他一定設保 會推銷你 除非 他把你當潛力客戶來培養 那二十兩馬就是 而且我看完了 所以我放一個 好 謝謝 好 謝謝 我不做大哥 好